从台北到台中要挑战立委选举的郑立文呢 今天在这个台中召开了一场为民众这个权益来争取的记者会 不过时间挑在中午12点半 当然这个时间点呢 过去很少人在这个时间开记者会 而记者会一开始郑立文先道歉 他说因为自己行程很满 再加上为了配合平面媒体的时间 所以才把时间定在12点半 整个记者会下来呢 他姿态很低 从头到尾不断的道歉 立委郑立文抢连任当刺客挑战台中太平选区 第一次的正式记者会才刚开始就急忙道歉 谢谢各位媒体记者先生朋友 不好意思因为我淹水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事情 又相当的紧急 所以我们才在中午的时间 占用大家休息用餐的时间 先跟大家这个致意 记者会许在正中午12点半 原来是为了配合平面记者的时间 却让正中午要播新闻的电子媒体 觉得时间很尴尬 从台北南向台中选立委的郑立文 地方平面电子媒体时间瞧不定 最后挑了个正中午的尴尬时间 因为早上的时候不好意思 因为早上的时候呢 我整个早上都在我们大里 大概跑了四五个地方 都在会看我们那里淹水的问题 所以说那边会看完了以后 已经快要12点了 那么所以才把这个时间拖到这么晚 代表行程牌的满满满的 郑立文真的没办法提早召开记者会 原本召开记者会 除了为民服务外 也是让自己抢曝光的好机会 没想到这地方第一次正式媒体露脸 却是频频道歉 这可让郑立文一脸尴尬 郑立文韩志兴 民进文台中采访报道